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4年5月28日 今天是星期二 來到星期二的晚上 這一節是突發消息 因為 香港是國安 在 很久沒有做過大動作的時候 來到5月28日 再在香港 拘捕 民主派人士 這次 被捕的人 是跟支聯會 的周恆彤 案件有關的人物 因為接下來就是六四來的 現在是5月的尾 下星期 下星期二就是六四 結果很久沒有大動作的香港國安 也在這段時間 出來 是叫做交差的 這節我們繼續講完之前 請各位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立私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雜誌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敬請各位記得幫手支持 由於近日節目有大量的黃標 所以我們可能會把部分節目 延遲上載 即是說今天28日 你會看到27日或26日的節目 原因就是因為 節目被黃標 可能等一段時間有時會有機會 會變回錄標 又或者是上訴 成功 所以請各位記得留意 也請各位記得繼續欣賞節目 不要因為他欠了 一天或兩天 因為絕大多數 都相當之 還是熱門的時事 請大家記得注意 好 也真的希望大家幫忙 訂閱Patreon 因為這個YouTube的打壓實在非常嚴重 我們是最受害的了 因為我們連最大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都沒得用 現在我們正在用的星期二日報戶口 根本就是一個後備戶口 好了 看看發生了甚麼事 今年 是六四事件的35週年 香港的國安 現在 在香港本來是沒有事情要做的 將他們的注意力 和資源 全部集中了 在海外搞間諜 還有滲透案件 結果 終於來到六四前夕 終於有事情要做的 正宗是終於有公開的 其實我真的可以預計 因為剛剛 香港的國安還有經貿辦 在英國 須了一宗間諜案 他們就算 是基於各種原因 如果再不在香港 做一些案件 是不行的 這個當然也跟接下來的六四有關係 既然 接下來就是六四 就順理成章 繼續找 香港的民主派 和反對派 的人 來給他 是開刀的 最新的訊息 國安處說在今天 28日 拘捕了六個人 說他們 牽涉 違反23條之下的國安法的煽動罪 包括 這個真的相當之離譜 包括本身已經在坐牢 的支聯會副主席周恆彤 他已經在坐牢了 他在坐牢你還可以拘捕他煽動罪 這個世界 也沒有什麼荒謬得過現在香港 香港就是中共 中共 就是這個世界上最荒謬的事情 國安指控說周恆彤在 社交平台 小童群秋會 利用某個 未來的敏感日子 繼續發佈 具有煽動性的文章 坐牢的周恆彤 在監倉 被捕了 還抓了 周恆彤的媽媽 還有前支聯會常委劉家儀 還有關鎮邦 還有民主派全灣的前 區議員陳劍琼 還有一個牙醫叫李凝之 這次也是23條國安法之後 是真真正正的第一宗案件 而指稱的內容相當之離譜 就是說他們 在去年 去 去維園悼念六四 手上拿著A4紙 上面寫著個人悼念六四 即是說 連悼念六四 現在在香港 都是徹底 被當作具有煽動性意圖的罪行 好了你說這個國家是不是叫做 世界上最垃圾的國家 好了最新的國家安全法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如果是被控煽動罪的話 最高刑罰可以去到七年的監禁 好了你都可以說是相當之離譜 插一段廣告時間 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還未安裝VPN的觀眾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當然我們絕對認為 國安這個行動 今年一定要 用23條抓人 是跟最近 的經貿辦案件壞了 是有關係的 因為這個經貿辦案件 大家可以知道 一定是跟國安 大搞海外的統戰和滲透 甚至乎海外的警察是有關係的 所以最近也流出不少 資料 包括 香港的國安打電話給身在海外的香港人 拿了 例子 還說一定會找到你 你可以知道 香港近一兩年關於國安法 還有政治案件基本上 數量大幅 下降的 所以絕對有理由相信 現在香港的國安公署 還有經貿辦 根本 是已經變成了海外滲透組織 徹底變成 對外的間諜機關 由於如此 所以香港的案件大幅下降 但是由於最近英國 拘捕了經貿辦的間諜 令到 香港政府手足無措 尤其是這幾個紀律部隊 包括 包括 是 行政長官李家超 還有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還有 政務司陳國基 這三個 都是紀律部隊出身 當中有兩個是警察 這幾個人 關於英國的間諜案件 完全 彷彿被滅星一樣 徹底變成了潛艇 是極度深潛的 終於來到接近 是六四的日子 他們就出來 高調地 在香港再拘捕人 而且這次控告的罪名 更加跟23條有關係 幾乎是可以斷定 現在香港就是會拘捕 民主派或者 反對派 作為 是英國案件的人質 所以 為甚麼西方社會 其實真的跟這些 獨裁 的共產國家 那麼難 是真的 對等 原因就是如此 在英國這一邊 沒有可能瘋狂去拘捕人 但是在香港 就是 他喜歡就可以拘捕 你 沒有想過一個在坐牢的鄒幸彤 可以在獄中說他犯法再拘捕 這個 簡直是香港創了先河 連中國大陸裏面 也沒有聽過這樣的情節 現在這樣的情節在香港發生 這宗案件肯定是跟 最近的間諜案件有關 有幾個原因 第一 必須要轉移視線 因為 在這個間諜案件上 香港 是大敗了一仗的 第二件事 要跟北京交代 你搞海外滲透 香港案件你不用查的 如果在香港 再沒有案件出現 變成難以交代 你怎麼維持一個這麼大的團隊 在香港 在數手指呢 所以 怎麼 都要有些案件 要所謂破獲的 這是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 當然 跟英國間諜案件有關 就是 是人質 的交換 因為如果英國政府就著這個案件 就是周幸彤 周幸彤媽媽的案件 跟著出聲 香港的籌碼 就會上升 因為香港原本 跟英國 統教還價 的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真的不是開玩笑 其實 真的是 香港人 尤其是如果你是 支持民主自由的人 其實香港是真的不可以留下來 因為你在香港留下來 不是生活的問題 不是移民的問題 而是 你作為 民主派 反對派 你基本上 是變成了中共手上的人質 來的 亦有網民在說 現在香港真的很誇張 中國大陸 都沒有拘捕天安門母親的 而你香港 就是拘捕支聯會副主席 掛罵 香港是破了世界紀錄的 全世界No.1無恥 所以真的不要開玩笑 不要再幫香港說話 你真的 是沒有理由應該要留下來做人質的 尤其是 如果你曾經是示威 你曾經是出來遊行 出來集會 基本上香港就是把每一個香港人當成人質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如果大家不願意 知道不可以但不可以 增恨 現在我們有很多東西 我們為什麼要看